体育江湖我先说,今天我先说 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5月11日 在过去的一整天体育江湖,有哪些大事发生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汤姆斯杯羽毛球团体赛小组赛第二轮较量 中国队与阿尔及利亚队展开争国 本场中国队对出场阵容做出调整 赵俊鹏出任一单,李诗峰和翁洪阳打二单,三单 两队双打组合是刘宇晨、欧选义和任祥宇谈强 首场,赵俊鹏迅速占据上风 耗时31分钟直落两局战胜对手,中国队以1比0领先 李诗峰在第二场几乎没有遇到挑战 他耗时28分钟,以2比0倾取贝拉而比 把总比分扩大为2比0 接下来的双打比赛,任祥宇,谈强以两个21比4倾取对手 场上比分变为3比0,中国队提早确保胜利 最后两场比赛,中国队没有给对手暴冷的机会 以5比0横扫对手,提前确保小组出现 十日晚,游国杯小组赛第三轮较量 中国队对阵中国台北队,陈宇飞担任中国女队一单 凭借出色的控球能力和扣杀质量 陈宇飞毫无悬念取得胜利 第二场,世界排名第一的陈清晨 贾亦凡组合通过默契的配合,帮助中国队再下一城 第三场,和冰胶开局慢热首局失利 第二局和冰胶逐渐发力颁品大比分,决胜局中,和冰胶一度持续落后 直到最后时刻,连续得分完成了逆转绝杀 为国宇提前拿下了整场比赛的胜利 哈兰德的未来终于确定了 10日,英超曼城俱乐部官方宣布 成功签下哈兰德,双方签约5年 曼城为此向多特蒙德支付了6000万欧元的解约金 2020年1月,哈兰德转会到德甲禁旅多特蒙德 至今为球队出战88场贡献85球 他凭借出色的表现,被视为欧洲足坛 能和姆巴佩齐名的两大封线新兴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哈兰德的父亲阿尔夫 哈兰德也曾代表曼城效力过 如今哈兰德此成副业同样来到曼城踢球 球迷们期待着他能帮助曼城 在欧冠赛场上取得突破 11日凌晨,英超第33轮一场普赛展开争夺 利物浦客场挑战阿斯顿维拉 上半场到格拉斯破门 马蒂普搬平,法比尼奥上退 下半场马内破门 利物浦反超比分完成逆转 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基本追平慢成 11日凌晨,西甲第36轮展开角逐 巴萨坐镇主场迎战塞尔塔 上半场,登贝来助攻德配破门 倒地的奥巴梅扬在下一城 半场巴萨2比0领先 下半场,奥巴梅扬没开二度 阿斯帕斯搬回一城 阿罗霍受伤晕绝 最终巴萨3比1轻取塞尔塔 DiDiUp看热搜 先说你的观点 大家好,我是江湖UP所 今日热搜 樊振东累计42个月世界第一 国际拼联更新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 在2022年第19周世界排名中 樊振东和陈梦依然稳居男女单打榜首 值得一提的是 樊振东累计42个月 男单世界第一 领先排名第二的马龙3500分 以巨大积分优势霸榜 对此 网友纷纷赞扬樊振东 世界第一可爱 世界第一厉害 精彩比赛不错过 每日我先看 今晚8点 汤杯小组赛 国语最后一场对阵丹麦队 这场比赛将决定谁能小组第一出现 中国军团需力拼对手 拿到小组第一 为接下来的比赛赢得先机 本次汤杯 中国队以些人和新组合为主 面对强敌 队员要放下包袱 全力冲击对手 让我们期待国语剑儿 能在丹麦身上拿下关键的胜利 体育江湖新鲜事 天天我先说 今天就到这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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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